《獅子山下》 《獅子山下》都是拍一些 如果你是普通人 你是不會對他有興趣的人物的故事 都是猜不到很幸運的 想見也未必有好劇本 我記得這個和遠道上去 他的工作室聊天 他只是試造型 已經很仔細 很仔細 包括同一個人的服裝 他跟他說 這裏差一點 這裏可不可以多些班 請鏡機太年輕 我也很開心 但其實不開心 我這個戲是加了很多 是呀 所以很像 是呀 我覺得那個 很霉感對 不是說他們 他們是做安全 因為見過安全是怎樣的 我們經常經過保安是怎樣的 我們想到演戲 可能以前TVB的戲裡面 會有很多即時 沒有什麼講解的故事 就是你這樣 去到就靠直覺 所以很多時候不是很連貫 但就很幸運 導演和他的編劇 他們都是很細心的 不厭其反 因為他不是只說給我聽 他也說給我老婆聽 演員 阿鳳鳴 和那個年輕人 他說他的時候 我在聽聽的時候 那種趣味 就是 我覺得第一 我給他們的那種 很熱誠 很仔細 是很感動的 很有心 很有心 是啊 我想他們 我也很期待他們 每一個種類 因為我只想看那個 展賣幾集的片 好像很多東西 很多東西 我都會逐步看 不拍這個戲 我不知道原來有這麼多 弱勢社群 就是他做劏房 但原來的水費這麼貴 土光環已經封了 從 土光環 土光環令我想起 他裡面 雖然 一堆樓 有些是漂亮一點的 我們去的地方 有些 還可以的劏房 有些我真的見識到了 你是不用進去的 你很遠已經聞不到 有一陣味的劏房 我們去看的時候 有些是 如果你做二樓 因為可能二樓的人 不斷扔東西 有些人可能有什麼 就扔出去 沒有人開窗的 因為窗全部外面是垃圾 水在流 其實最大的感受 或者體驗是 做了劏房的事 嗯 就是 就這樣說 他沒有一般人想到 他自己這麼慘的 外邊的處境是慘的 處境是慘的 他的遭遇是困難的 但是呢 每個人都是有方法 是可以做得好些的